平常的街道卻發生兒子追砍媽媽的逆輪血案 涉嫌弒母的還是死者 親手拉拔長大的獨子 31歲的真性嫌犯因為爸爸找事 由媽媽親手拉拔長大 跟63歲的媽媽同住 沒想到6號的上午6點多 兒子突然從廚房拿了菜刀 開始追砍媽媽 鄰居聽到求救神報警 但已經為時已晚 離長跟消防人員破門進入 發現一名婦人倒臥在房間內 且頭部受到重創 媽媽身中多刀頭部也被砍傷 等警銷人員破門進入時 媽媽已經倒在房間內 當場死亡了 而事件發生在桃園平鎮一處公寓 事發後行凶的兒子被發現 躲在住家四樓陽台 情緒十分不穩定 消防人員協助救護 為婦人已明顯失去生命的跡象 警方隨後也在陽台發現 一名滿身嗜血前 精神狀況不佳的婦人兒子 拿菜刀殺死自己的母親 兒子自己也受傷淨血 被警方壓制 嘗試送往醫院救治 要釐清世母原因